原來我們用幽默是用遊戲的辦法 是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一些很艱難的題目 一些戰爭的題目 原來一樣可以令到小朋友明白 而且是掌握 這些就是我們兒童編劇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有一個題目就是經常在兒童劇近年都出現 也很難跟小朋友分享 那怎樣做呢 這個題目就是死亡 那死亡怎樣跟小朋友說呢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很難的東西 因為死亡很難說 但是不能夠逃避 那戲劇舞台呢 是最好的方法跟小朋友分享這件事的 我們用角色的態度呢 是令到小朋友進入那個死亡的主題 令到事情的出現 和舒緩那件事的一些間歇的節奏 來重重疊加 令到那個是小朋友明白 而且呢是春過循環前進的辦法 令到小朋友慢慢領受 那所以那些很間結很難的題目 好像死亡或者環保的這些題目呢 都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分享的 那我們呢就看一下一套戲 這套戲就叫做西貢花依依 除了講死亡之外呢 其實它還講環保的 那這套戲呢就是講愛花的花依依呢 是自小是有一種能力的 就是會和風溝通 但是呢這個風爺爺呢 就在他面前呢就是過了身 於是呢他萬念俱悔 而且呢整個城市呢是因為發展的原因呢 是得多大的破壞 於是呢他呢就是毅然地離開香港 慢慢呢他在外面呢就學會了種花 於是呢他就覺得用花這個 這麼微小的力量呢是可以改變社會 然後呢慢慢呢就是他 將這種種種花的習慣呢 就帶回來他自己的家鄉香港 那麼在這裏呢他就用種花來 去改變那個世界 怎料呢這些人不要了解他 還破壞那個世界 於是呢花依依這樣呢就激到心臟病發作 那麼呢就令到呢花依依呢 是面臨死亡 那麼呢這個呢就是整套戲很有趣的地方 為什麼一個好玩有趣的地方 我第一個這麼難的故事給大家呢 那麼我們就要介紹一位朋友呢 就叫王浩 那為什麼要介紹他呢 因為呢他是很好的熱心觀眾來的 那麼他呢就是廣州人啦 在深圳工作 那麼呢他還經常呢呢 是會來香港看電影 那麼他本身呢就是廣東人啦 他的廣東話很好啦 那麼他就會刻意來香港看電影 那麼他就看我們很多的電影 而有一套戲呢他經常跟我說述的 就是他覺得他很喜歡的 那麼這套呢就是西貢花依依 那麼不如我們看看王浩 怎麼去講他理解的西貢花依依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浩 很開心今次受明人藝術教育機 靠黃天強老師的邀請 和大家交流一下 兒童劇西貢花依依這齣戲的 西貢花依依這齣戲的 西貢花依依這齣戲 第二就是怎樣去用一些藝術法的手法 去和小朋友交流關於環保這個主題 首先說一下死亡這個議題先 這齣戲裡面分別用了四個 四次和死亡對話的場景 分別有在急救室裡面 亦都有在花海裡面 和小蜜蜂 老蜜蜂 做一個告別的儀式 還有小朋友用一個 手裡面的一些紙花 向小蜜蜂的人做個別儀式 其實在這個戲劇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手法就是 使小朋友要有一種藝術的安全分圍當中 去討論關於死亡這個議題 他不是直接去談死亡這種痛楚 帶給小朋友更加多的是 怎樣在藝術的安全分圍當中 去踏見小朋友 先和蜜蜂做個別 再和人做個別 這個儀式 而且在死亡過後 其實除了傷心和悲痛之外 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令小朋友知道 生命是生生不息 而且生老病死是一種自然的規律 只要我們好好地活在當下 去感受當下的美好更加重要 第二個就是關於環保理議題 印象很深刻就是 演員在現場 也都是用一些燈光 道具的手法 去呈現這種大型機器 所帶來的破壞性 首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用當媒體的手法 將香港一些老照片 排荒、西貢、海灘等 很美好的畫面 用黑白的形式 或者用一些老照片的形式 去呈現給 可能現在已經不再出現的場景 去接觸這些場景的小朋友知道 父母也會很貼心地抱著小朋友 說這個就是以前的西貢 這個就是以前的海灘 當出現了人類的行為的時候 第一次是很緊張的 那些大型機器的聲音 到第二次的時候 編導有一種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將那個音樂、音效和演員的動作 都放慢了很多 令到我們不停地去思考 究竟我們現在人類的這些行為 對於當下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當下可以做些什麼事 去幫助得到我們同時去思考 我們為我們的未來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印象非常深刻這一步 是一個在現實生活當中 是沒有辦法去跟小朋友交流 反而在兒童劇場當中 是好好地去將藝術的手法去呈現 給小朋友 甚至乎給我們當下的家長去知道 這個就是關於西貢花醫院 我印象很深刻的兩點 多謝大家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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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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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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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